蓝天白云雪山草地 在高原的壮美中 全新麦凯伦GT破格之行真卫行踪 我们离开了云南的香吉拉 来到了甘肃 而我现在脚下的就是 黄河之滨的兰州中山桥 那么在这一季当中 我们将继续探寻真卫故事 我们将前往有着被誉为 东方瑞士之称的甘南地区 继续探寻高速长途旅行的真谛 此次我们将会拜访 每年仅限时营业5个月的诺尔丹营地 体验九富盛名的藏式黑帐篷晚宴 以及草原的无影广阔 我们还将拜访诺勒工坊 探寻精湛的 牦牛绒手工制作工艺 在奶酪工坊 享受牦牛奶酪盛宴 好的话不多说 让我们启程吧 提到兰州美食呢 想必大家跟我一样 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 这个兰州牛肉面馆 那么到底这个正宗的兰州牛肉面 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当地的朋友把我们带到的这家 吴木勒鹏灰牛肉面 这个鹏灰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让我们进去看看 张经理您好 您好 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鹏灰到底是什么吧 鹏灰炒它烧制冶炼以后成了一种石块 所以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这个鹏灰石是吧 对 鹏灰的原石 把这块石头先敲碎 敲成小块 然后放到水里经过熬制 把最上面的那层鹏灰水提取出来 放到面里 面里更有劲道 会给面增加很棒的口感 对 原来这个鹏灰它原来是个植物 后来成了石头 好 我们现在就拉毛细 就是拉六把最细的 六次是吧 六把就是毛细 对 跟头发四一样细 哦 最细的 它是最细的一个 对对对 这个叫毛细啊 哇 这个是大宽 这叫大宽 对 大宽 最快的那种 最快的 就这样只拉两把你看 哦 这样就行了 哦 好的 哦 好 离开兰州我们行驶了四个小时 全程了266公里 沿途目睹了母亲和黄河的壮阔美景 同时也经过了充满了伊斯兰风情的临下地区 最终我们到达了有着九色甘南之称的甘南夏河 这里不仅有着藏传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有着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布林寺 同时也有着海拔3000米 草场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的桑科大桃源 那么今天我们就将在这个大草原上 带大家去探寻一个由一对藏族夫妻所创立的 草原野蛇度假营地诺尔丹 来到这儿所有的感官非常细腻 变得敏锐起来 你所有的味觉 你是唤醒的一种状态 我们将在这里驻扎体验最淳朴的游牧生活 跟麦可伦GT一起开始撒野 你好 你好 家企丽 家企丽 经理带我们来一起逛逛吧 好吧 来 我们一起逛一逛 听说这边开放的时间特别有限 每年是大概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五一开始从十月十五号去体验 就是五一假期开始 十一假期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 对 每年不是这样 放眼望去真的只有绵延的群山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好 因为今天云特别多 然后太阳正好从云凤雨露出来 感觉我们真来对地方了 听说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黑帐篷里边的晚宴 对 好了 我们去黑帐篷看看吧 好 来 走 我们现在也是在三棵草原上是吧 对 这就是甘南藏兹之猪 夏河仙 三棵草原 跟我们的营地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牦牛 群山 还有我们待会吃的黑帐篷晚宴全是在三棵草原 我们待会这个黑帐篷晚宴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是在黑帐篷里 黑帐篷的话是在藏族几千年居住的地方 现在就慢慢就不用了 那黑帐篷还是一个对于藏民来讲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是吧 对 那是当然的 牧场的话是挪弹营地的一个community 是一个社区了 对 每年只营业5个月是为什么 对 天气特别冷 然后挪弹所在地是一个冬季牧场 那是冬季牧场 黑帐篷是牦牛的牦做的 牦牛的牦是稍微长一点 长一点 对对对 然后就牧民他们自己编织 每下每后都会帮忙 然后就分起来一起做 好 那我们待会赶快进去看一眼 好 搬过了两个山头 终于来到了这个剧情的帐篷面前 它就是我们今天晚宴要体验的黑帐篷 一起去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黑帐篷里了 就像您说的中间是有空的 让这个烟飞出去 然后下边是灶台 这个灶台是什么做的 是涂 就是涂 泥巴 然后里边是这个牦牛的牛粪 牛粪来烧的 所以这个烟是白色的 对 这个烟 spread了出来 弥漫着这个烟 然后就成为这个方水 就会防水 这个烟熏到黑帐篷之后就会防水 对 这个也是一个冷姿势 现在我们站起来有点烟对吧 对 不太舒服对吧 然后坐下来的话就没有了 因为烟往上走 对吧 然后灶台把黑帐篷内部一分为二 我们现在站在走进黑帐篷的左边 左边是一个什么区域呢 左边的话是工作区 工作区 然后你做饭 比如说素油 素油 还有奶酪 奶酪 这些都在这边 都在左边 那右边呢 右边的话是用餐的地方 用餐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这有个台面对吧 就可以 不然它就慢慢找到那边去了 所以它有个border 就分隔开了 这个不要烧的牛粪 要烧的牛粪 对 这个牛粪可以慢慢就这么进去 对 这非常的方便 这个设计 用牦牛粪做饭 这个烧火的好处是什么 它首先肯定是个传统 天然的对吧 对 因为它这个牦牛吃的草原上的都是药草 牦牛吃的也是有机的药材 有机的药材 所以它的粪便也是有机的 对 就很像一个完美的循环 对 对吧 大自然馈赠给我什么牦牛吃什么 然后哪怕它的排泄物都能为我们来生火 来保暖我们的身体 来给我们烧饭 那我们今天在黑帐部后里吃的这个菜有什么特别之处 最主要的还是那个绝麻米饭和酸奶 哦 这个是最特别的 对对 像绝麻米饭的话 绝麻是当地的人生果 哦 是当地的人生果 是不是很珍惜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之前是没有米饭的 哦 藏区之前是不吃米的 对对对 对 从文称公主过来之后才是吃米饭 然后之前都是没有米饭的 象征着汉祖跟藏祖的一个融合 对对对 体现在一道菜肴上 对对对对 哦 这个太奇妙了 对对对 平时都不会吃绝麻米饭 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观 我们才会做这个绝麻米饭 或者是我们自己家里团聚 就是大年初一这样子的日子 才会吃绝麻米饭 哦 是一个很节庆的一个菜肴 对对对 哇 太迫不及待了 Brian frustrated 好 好吧 好 来吧 行 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